国中教育会考应听测验 部分市场发生了提早收卷 影响考生权益的乌龙 教育部公布了补救措施 结果有85人需要补救 把答案卡写在题本上的考生 总共有64人 已经由全国事务会带腾到答案卡 答对就给分 而对于这样的乌龙 教育部长吴思华公开道歉 但立委也点名吴思华和国教署长 两个人一定要有人下台负责 会考应听部分市场提早收卷 教育部确认大约有1800名考生受影响 核对后却发现全国只有85人需要补救 其中64名考生把答案写在题本 事务会以带腾到答案卡 答对就给分 15名考生部分题目的提本和答案卡都空白 每题给三分之一的分数 他们就会用外加的名额来处理 所以有加分就是说 他本来没有 他有少数几题没有答 那我们认为他有猜的可能 会答对三分之一 所以就加了三分之一的分数 加分的人未来以外加录取 至于提本有答案 却没准考证号码的6人 英语只算阅读成绩 只是立委陈碧涵说还有一群考生 不在补救范围之内 他们在最后几分钟要利用时间去修正他的答案 也就是说这一群考生是在答案卡上面已经填了 但是他们要保持最后的几分钟 赶快把不确定的东西要擦掉 重改 而这一群人他的权益 你又怎么去维护他 强调考生在明天21号之前都还可以申诉 再以专案处理 但多位立委说 今年全国事务虽由台北市主则 出了这么大的包 教育部身为督导难辞其咎 先处理补救以后再就责 但吴思华后来巡达师表示自己也有责任 为造成学生与家长不安公开道歉 记者林小惠沈志明台北报导